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的大盘真的大涨了 但是呢 这个结构呢 又令大家觉得很奇怪 因为今天呢 那个台积电真的暴涨10块钱 可是呢 今天的PCB为什么呢 是开高走低 那到底呢 这个盘呢 有没有深冬及西 或是拉冬出西 我稍后跟大家做很详细的论述 那么在此时 请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我这个盘呢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说 资金一定要轮动轮涨 但是呢 轮动轮涨的架构 一定要良性的 那么今天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有问题的呢 我稍后跟大家讲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e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egram是QQ33168 或股市付千金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 是LINE的部分呢 常常有个股的精辟研究资料 相信昨天大家有上去看 那一档的个股精辟研究资料呢 就知道为什么阿多仔 要把那一档股票调到一多多 那么呢 至于震升广播节目 每天晚上7点固定 贴到那边重播 有时候这边没有讲到呢 其实广播都还有讲更多 因为广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大家可以上去听一下 那至于呢 Telegram的部分呢 在盘中及时讯息盘式演变个股的操作里 中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贴在上面 与大家分享 其实在今天的盘中 我呢一直很忙 忙到10点多 我赶快抽时间告诉大家 今天结构的变化 那今天结构变化就是一大早 我那个PCB呢 全面又拉得很高 那有的PCB呢 今天持续的滚动之后 还是大涨的 但是有的PCB呢 开高之后呢 就一蹶不振呢 滑落到低档了 那在这个结构当中 我稍后有几张的图 跟大家分享 那么此时我们大盘 今天呢 由于台积电的贡献 使得大盘呢 又大涨了90几点 那么这时候 我一样问大家一样的问题 大家到底要不要台积电涨 昨天台积电跌10块嘛 那今天台积电涨10块 那说实在台积电回到原地了 那今天这样的格局 到底好不好呢 请看 今天大盘 开高 走高 说实在的 今天大涨90几点 但是呢 今天K线很小只 今天直接跳空开高88点嘛 通常涨90几点 那等于说这个肚子部分 非常的小 所以今天单一K线 叫做小猴石之星 但是呢 今天的量真的有多咯 2300多亿 还在合理的范围 光看今天大盘的格局 是真的很棒 很强 但是仔细看起来 这里又怪怪的 今天上市的部分上涨 但是OTC的部分 又开始松动了下跌了 那么昨天的格局 我跟各位说过 昨天 昨天呢 是主要跌全中股嘛 所以昨天其实大盘没有跌 今天刚好相反 今天是涨台积电 其实大盘呢 是要跌的 然而呢 刚好这个相反的TEMPO呢 那使得大家一头雾水 昨天是指数上市的部分下跌 但是OTC的上涨 今天就全部翻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说实在的 我跟昨天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下落一星 昨天有的空方缺口 但是今天很神奇的 全部闭了 往上面闭了 并且呢 往上面闭的当中啊 今天是直接的收了一个红色的K棒 那么红色的K棒 什么原因都不管 今天这一根的K棒是属于强势K 为什么 因为呢 这边两根黑黑的 留了一个空洞 今天一根的红K 就把它解决了 所以如果不探讨任何的原因 今天这根K棒是强势的 那如果探讨原因呢 我就跟各位说 探讨原因的结果 叫做强中透弱 为什么呢 今天这根红K 单以这个线来看呢 跟这个量来看 真的红K增量了 但是呢 今天红K增量 它的肚子粉小只 等于直接跳功开高 那我们又知道 今天上涨的格局 是台积电的空限嘛 那扣掉台积电100点的话 它盘其实是没有涨的 所以今天比较好的地方是 增量避了昨天的空方缺口 那么代表呢 这个地方啊 一直要宣示 大盘要往上面冲的机会大 但是目前呢 今天又出现一个怪异的现象 PCB大量高档换手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而OTC的部分又转弱了 所以我今天直接跟各位说啊 以这个形态呢 没有变啦 还是高档区间跳跃 但是单以今天我们了解内容之后呢 今天这样的走势 是强中透弱 听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盘好难搞哦 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辛苦了 多点耐心 多点爱心 目前整个结构没有改变 它是延续的多头的震荡的结构 但是问题就是出债 大家面临了两难 我们希望大盘指数的暴涨 但是呢 大家又觉得台积电一涨 其他股票都被瓜分 不会动 那么昨天台积电下跌 其他股票在动 你们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你们说指数没有涨 所以在这个tempo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 只要资金还留在市场里面 没有转出去 一切都安啊 为什么 今天PCB的股票 真的很多的股票 之前很红嘛 大家都知道 像蓝电啊 颈硕啦 星星啊 这个是非常红的 那今天呢 有的开高高走滴滴 那有的呢 PCB呢 今天反而呢 还更强 就像那个镜像电 反而更强 那么代表这一块PCB当中 只不过进行轮动 也就是先前涨最多的 哎 主力先卖掉了 那主力很多种 什么颜色头发都有 那主力卖掉之后呢 它在拱别的 那表示资金没有出去 那就对了 那今天外资买超 我们可以归咎 它买那个权重股 但是我们投信跟自营商 小卖一点点 所以这个资金没有出去 那第一个安心的地方 可是呢 以这个结构面来讲呢 今天这样的一个 指数的一个配合 跟股票的一个涨幅啊 我会跟各位说 今天大盘 虽然是涨的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我们看几张的图 你就了解了 第一档呢 这就是台积电 今天真的要谢谢台积电啊 可是呢 大家一头雾水 昨天跌10块 今天涨10块 那说实在的 加肿起来等于零嘛 台积电还在原地 可是你们要想哦 昨天台积电跌10块 我们的指数位置 在矮矮的位置 可是今天我们指数又高了一格啦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谢谢台积电啊 给大家加油打气的 没有台积电 台股还真的不行哦 所以大家呢 要这边好好呵护台积电 那么至于昨天 联发科跌十几块之后呢 今天呢 它有小小的涨 比较可惜的地方呢 早上开了700块 但是呢 它后面后继无力啊 变成开高走低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希望呢 这联发科好好的表态 联发科拥有高端的技术啊 希望它能够引领大盘 光靠台积电真的好辛苦哦 希望联发科大力光都能够表态了 那么下一张图各位看到 就是大家今天关心的PCB的部分 我这两个摆在一起 让大家比对 此次呢台股最最猛的两档PCB就是星星跟南电 那么南电今天呢 它还是收红的 我说红的是股价还是收红的 那K线一定是黑的 那么今天的星星啊 它股价是黑的 那它的一个黑线当然也是黑的 那星星呢 早上这边真的很丑 早上这边拉一个啊 它没有南电来的抢 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表示呢主力还没全部跑光 那没有跑光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股票呢大家不必想太多啊 还会再拉一波啊 因为呢今天星星滚到23点 23万多了嘛 对不对 那这边明确是一个到货量 没有错 但是呢如果光以散户来接 那23万张那也不对啊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边啊虽然是大量的到货下来 但是呢在部分的 又换到另外一批的一个 一个大脚 就是呢 我说有头发的人 那到底换到什么头发的人 他们愿不愿意在这边再拉抬一波呢 那明天就很关键了 那至于南电的话呢 今天它还没有出来嘛 就是出了部分啊 它还是红色的 所以光看这两档呢 我就要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PCB后面还有一波的行情啊 它不会在这边就结束了啦 那只是说它这个PCB的资金啊 这档涨多了 它先把它卖掉了 然后再转到别档呢 那还有转到哪一档呢 大家看下去了 这两档 这两档呢大家比对一下 这个景硕呢也是属于ABF版的哦 那么景硕的部分啊 今天也是开点高 这个股票跟星星比较像 今天景硕跟金星走一模一样的格局 这样子咻咻啊下来 那今天的景硕呢 有5.4万张 今天金像电呢 它一样跟南电是收红的 那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说啊 等于说这一块的一个资金呢 可以扯到这边 然后刚才那一张啊 就是这边嘛 这一块的资金啊 它跑的跑到别的地方 它并没有 并没有说 全部测到那个 那个PCB都不见了 所以今天变成星星跟紧缩下跌 但是南电跟这个呢 都还在里面 所以呢 以上这四档股票 让大家比对呢 就是要告诉你啦 这时候呢 那个主力他们也很厉害啊 因为这边的行情 比较属于比较闷的状况 他们赚的薄薄的 他也要去做资金的轮动 这就是我常跟各位说的 在股市里面懂得买股票 懂得卖股票 你的钱才会转动 钱才会转动呢 那你一定赚得到钱 那说实在的 我今天有一句话 跟大家讲 今年的行情特别不一样 尤其今年台股的板 特别不一样 大家知道板 印刷电路板 它里面有软板 有硬板 有特殊板 有高阶板 那板还有什么板 今天有部分的PCB转弱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主力啊 又把这个钱 转到另外一块板去了 还有什么板呢 来 铜箔基板 铜箔基板 还有什么板 主机板 那么这时候你就想到 何老师告诉大家 今年的板 特别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金还在里面 台股还会上工 只是你给它时间消耗 这时候请看 这档 刚才没有讲到 我补给大家 这档今天 它也是开高走低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乌龟 它今天呢 还是没有像兔子 还是乌龟 那么今天它这样的走势 比起来好像没有 那个什么星星跌的重 但是这张股票 本来就没有比他们强 那何老师的看法呢 这个股票 今天呢 换手之后 明天如果 它在这个地方 能够占回52块了 就很有意思 今天虽然单一K线 叫做大阴线崩落 还好 它今天差几毛 没有过历史 你过18年的历史高啊 还好 如果今天这根线 它是穿越这边 再过18年的新高反打 我会跟大家讲 完蛋了 可是今天呢 它还好 没有过高 直接打下来 所以这边呢 还有机会 可以再涨一波 因为之前的星星呢 也跌了一大根啦 如同这一段 星星有一波跌得很大根 换手再攻 然后南电也是 那么现在呢 这个如出一侧的现行呢 跟当时的情况很像 所以明天呢 这张股票 大家留意啊 它如果能够再扳回 52块的话 那这张股票呢 反而以后会比 其他PCB还要跑得快 这就是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 给大家解释 因为今天大家很害怕说 哦大盘是不是PCB没行情的 大盘要崩盘了 还是要变脸了 没有啊 你们看啊 今天其他股票再出嘛 然后取了代字是 那个台积电在涨 对不对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大家在想还有什么版呢 我们看下去 今天节目呢 很精彩 资料很精彩 这个台药啊 它什么版 同伯级版嘛 我刚才讲的版 有没有 同伯级版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知道 何老师有点你们嘛 我说同伯版要注意啦 真的啊 我们全收了 哦 急啦 那我早上我就收了 这张股票今天滚样工 所以你看嘛 从PCB那个软硬版 转到同伯版 是不是版 对嘛 当然是版啦 今年版一定要好好的 把它版回一层 那么这张股票呢 各位看到啊 它修正了好一段 你们之前涨PCB 对不对 那个什么软硬版的啊 ABF版的啊 HDI版的 然后这个同伯级版 很多人没有理它 大家都知道 过去很喜欢做的同伯级版三巨头啊 昨天出现这个记号 我早就要等它 这个记号出现 今天开高 二话不说就是买了 这就是何老师的经验 结果我也不知道 今天这么多大脚来拱了 真的谢谢啊 买得好开心哦 会员好开心哦 然后呢 这个 今天这张股票呢 这个记号之后啊 昨天十字星嘛 今天就转折向上的确立 今天带量工啊 所以呢 各位投资朋友 何老师跟你们讲的事实啊 什么版你今年都要轮动轮掌轮坐知道吗 但是有一种版你不要理它 铁版 这样你懂啊 好再看下去了 好这张股票 嘿呀 大家一定给我掌声鼓励 对不对 这档有缘人都知道嘛 为什么 老师你盖起来我怎么知道 哎 哦我昨天有跟你说呢 我昨天说好 这张股票大脚来了 大脚来了 底部起掌股 邀请有缘人 对不对 我让大家比对哦 我没有骗你哦 哇 老师真的耶 咻 看 跳空上开 直接在拉红 哇 大脚又来了 有没有 何老师不是跟你们讲啊 这张股票邀请有缘人 啊有缘人真的跟我有缘的 今天都知道是哪一档 对不对 今天都有进去嘛 那昨天没有进去 今天都有进去 对不对 我没骗你哦 那这张股票邀请有缘人嘛 有没有 何老师不会变魔术哦 但是我会告诉你 资金要轮动轮涨轮坐 那你就可以赚到钱 知道吗 在这里啊 把我的观念记清楚 不要呢 为大牌预设 为个股预设立场 你跟着我TEMPO就对了 好 我们再看下去了 今天资料太多了 赶快看哦 哎呦 几分钟啊 台表科呢 今天 哎 开高走低 可是呢 要不要紧 来我们看一下哦 要不要紧 不要紧啦 这里是给你买 买的耶 对不对 啊不然呢 啊涨上去才要买吗 就像这边啊 啊黑黑不敢买 后来长这一段嘛 对不对 那你这边呢 又来了哦 你看哦 今天哦 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问题的 底部打好了 啊重点呢 我要请各位去想一下啦 昨天我请各位到 我的LINE的首页的 那个PO文 当中去看这档科学股 对不对 那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 那个阿多仔 要把它评比到 那么高的价格 当然 这个跟那个 那个版也有关系的 那我说过 它其他这个版呢 里面还有一块东西 叫Mini LED的这个东西 他要做主张的 那这个东西 再话说回来 它跟版也有关系的 所以呢 大家去想 今年这个一连贯的东西 后面还有很多的 一些爆发力了 那这个股票呢 你们就好好的 掌握机会了 何老师跟各位说啊 你们想嘛 没有哪一个风值啊 现在才120 130 给它看到这么高 那没有 没有人是这么疯的 但是我是跟你们说 这只股票我做好几段了 但是目前这一段呢 特别留意了 因为呢 你那个版呢 你那个版要轮来轮去啊 那这些有体材的呢 后面都还有大好的 而且它有接到 国际的一个大订单 那你们都知道 那这个你们去 到我的LINE首页去看 知道吗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下一档了 来这个就是版 又是版了 哎我今天节目特别好看哦 大家帮我宣传哦 何老师今天版解得很清楚哦 对于版有兴趣的 想要版回一层赚大钱的 你要看我的节目 那这个 这个维新跟那个技嘉 我今天Telegram不是 我提醒你们吗 今天那个版啊 很重要嘛 啊主机版啊 它什么版啊 主机版嘛 主机版跟什么 有关系啊 当然跟现在宅金金有关系嘛 跟笔电有关系嘛 好今天这个版 很特别吧 哎 今天节目很过瘾对不对 那个版没有人介绍那么清楚哦 我从那个PCB的软硬版 给你们讲到这种铜箔版 啊再给你们讲到那个 像科学股那种版 再给你们讲到这种主机版哦 你不觉得今天还是在这个版里面打转吗 今天这个版里面很有意思 对不对 今天轮到这种版 这种版还有绘图卡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笔电啦 笔电大家都会比嘛 现在效能最高是谁 这一款呢 如果玩那个 玩那个GAME的时候很好玩 因为它效能很高嘛 大家都知道电竞游戏 所以呢 今天这两档股票呢 大家去想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结构当中 今天轮到这个版了 所以基连的版特别不一样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 好 我们再看下去了 这个股票呢 简单讲一下 它在这边嘛 昨天那么大红K 今天这样回测量说是对的 没什么特殊的 然后这个呢 也是啊 目前就在那边盘嘛 那盘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 没有啦 这边量已经就是交换了一次了 这边就是在盘而已啦 等待一个引爆点啊 这个我当时也跟你们分享过 它的题材嘛 它的题材 你们之前在我的LINE手页看到 你们就会很有信心的 来卡位来布局 然后呢 还有这个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 这档股票 天气很热 还需要散热啊 昨天这个红K 还在这个地方啊 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只不过呢 是一个 那个小字的在涨 然后今天这个双红呢 稍微在那边抖一下 那我故意放这么大给你们看 其实这边底部都OK的 这个没有 没有人跑过啊 在这边只是一个震荡整理 那么讲到这边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何老师呢 在这边是每一档股票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因为不管它的涨 不管它的跌 因为呢 股票总会抖动 总会 总会一个换手 那我们要知道 它后续换强还换弱 所以我就很明白跟你们讲 但是现在呢 讲那么多之后呢 你们可能心中会有点 又在怨气的 哦 铁锡店今天涨 又没涨到你的股票 那么我跟各位说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我昨天在邀请有缘人 有缘人今天跟我有缘 跟钱也有缘 来我们来看这一档 有没有 我刚才给你们讲 我没有骗你 昨天邀请有缘人嘛 今天咻 你看 啊我真的 好厉害哦 就这样子就涨上去了呢 你要不要一只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要不要一只啊 如果要 我告诉大家 明天还有机会 请你把握跟我同步进场的机会 昨天已经一次机会了 我赶快分享给你们 告诉你们 今天赶快跟我进场 我看今天又有了对不对 啊明天会不会再 咻 在这里把我的 那个资讯带上 你就知道这档股票 真的有缘人才能够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 能够来这边呢 好好的跟何老师 一起来努力赚钱 飞分标股 天天等的各位 也希望大家 真的来体验看看 只要8888 资金行情 非赚不可 在此时 把你的信心拿出来 把你的胆势拿出来 把你的动作准备好 跟我一起往前冲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转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终于卖地总监